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样咱们还不能怪影视剧的创作者太马虎不严谨 为什么呢 容我小小的卖个关子 看完今天节目您就全都明白了 那是1993年的春天 位于湖南长沙越路山下的湖南财政专科学校 准备在学校背后的一块荒地上新建一个运动场 没想到工人才刚刚开始施工 就让人给拦了下来 不准吗 凭什么呀 就凭这片荒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 它叫古坟院 这个古坟院是一个老地名 院子是长沙这边的一个村坟 就是一个积水的这么一个区域 就我们一般就叫院子 古坟院有什么特别的呢 估计有观众已经猜到了 叫古坟院该不会有古坟吧 有古墓啊 没错 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在这里挖出过不少古代的陶片 还引起了长沙的文物部门的关注 只不过国家政策不鼓励主动发掘古代墓葬 文物部门只好把古坟院列入了管控范围 直到学校把荒地蒸下来了 要建运动场了 文物部门才不得不出面阻止施工 所以正月16日它开始动工了 然后马上我们的负责监管就报告给我了 当天晚上就报告给我了 学校搞建设 盖运动场那也是大事啊 保护文物当然也很重要 那怎么办呢 国家文物局给出了意见 先由长沙市对工地进行一次抢求性发掘 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很快 一支考古队就开进了古坟院 那么古坟院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地下有古坟呢 经过仔细勘探 考古队确定地下不光有古坟 而且还是做大坟呢 勘探结果显示地下古墓呈甲字形长37米 光墓道就有21米长 大墓的东南西三个方向还各有一个陪葬坑 要知道 离古坟院不远的西汉长沙国 丞相立仓墓 也就是咱们熟知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啊 这让考古人员相信 古坟院大墓的主人 至少是一位诸侯王以上的大人物 考古队首先发掘的是大墓的三个陪葬坑 东边的陪葬坑里埋的是一批陶顶 陶瓮 陶罐等生活用具 用考古术语来说啊 它叫做刨除坑 西边的陪葬坑里呢 那是一座车马坑 坑里还留着不少马车上的零件 可惜没有发现完整的马车和马骨 那么大南边这个陪葬坑里的东西最多 全是各种各样的动物陶涌 有牛羊猪 狗 鸡蛇 乌龟 通过研究这些陶器呢 发现他们跟西汉马王堆新锥墓里出土的陶器 无论是外观还是形质 那都十分的接近 由此专家又对大墓的年代 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陶器是我们考古 做断带的最直接的材料 就陪葬坑里出土陶器 陶器风格就是汉处的东西 清理完陪葬坑 曾考古队紧接着开始对大墓瞩目的发觉 可是让他们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刚挖开墓道 人们就发现了三个不同年代的盗洞 盗洞直通墓室而去 里头还留着当年盗墓贼用过的草席啊 油灯什么的 大家只能够心里安安祈祷啊 盗墓贼你千万可别太狠 多少给我们留下一点惊喜吧 要不就是东汉时期就比盗了 东汉时期盗墓它也有一股规律 那一些青铜器啊 一些金器啊 那可能就到了 一些当时还在用的 或者比较普遍的一些水壮品 那可能不坏 全部打造了 可能不坏 我们估计很 我们因为可能还有一部分东西的 那么这座被盗过多次的大墓 真的能如考古队员所愿 还能找到有价值的考古发现吗 工地之下 京县诸侯王墓 墓主人身份扑朔迷离 一座多次被盗过的亡灵 又将给后人带来怎样的惊喜 经历团棋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1993年那是一个春天 考古人员在长沙古墳院 发现了一座规模 比马王堆汉墓还要大的汉代墓葬 经过将近半年的努力 木道以及大墓上层的填土 终于是被清理干净了 地底下露出了大量的木炭 以及白高泥 整个的古石外围 全部是木炭包围 木炭的外围就是白高泥层包围 把整个这个木坑把它包围起来 木炭和白高泥是汉代高等级大墓的标配 清理完它们呢 地底下又出现了 一圈圈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木头 仔细观察了木头的形状和排列方式之后 现场的专家那个个兴奋不已啊 这这这这这 这不是黄肠提凑吗 木室的四周 有长度大概一米左右的这个短木方 我们现在叫做黄肠提凑 经常看咱们节目的观众 对于黄肠提凑这个词非常熟悉 它是用上等木料堆砌出果实的一种 剑木形式 也是等级最高的一种藏制 西周时期 黄肠提凑是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最高藏仪啊 到了先秦和西汉 一些实力雄厚的诸侯王也开始使用这种藏仪了 西汉之后随着砖石墓的出现 这种藏制才慢慢的消失了 总之啊 古墓里要是出现了黄肠提凑 说明里边躺着的至少是一王爷啊 而就在专家们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安全打开黄肠提凑 进入果实的时候 只听得几个正在清理周围填土的队员发出一声惊叫 看土里有人 我是外头 怎么会埋着人呢 大家跑去一看 嗯 这个土里边确实埋着人呢 只不过呀 两个木头人 偶人 我们叫偶人 是一对放着这个木道与木石的结合布 但是它稍微偏木道 偏稀一些 我们清理过程当中啊 这个偶人我们随时可以看到 刚好挡住木道 而且它当时保证还确实比较好 都是两笔前身 这两个木头人 个头比真人略小一点点 怒目远睁 两臂展开啊 仿佛是要拦住 想要进入牧师的考古队员 这个木偶人的脑袋顶上 还各有两个圆洞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大家伙啊 正在琢磨这件事 有人从偶人脚下的泥土里边 又清除了一对鹿角 有队员就突发灵感了 把这鹿角往这偶人头顶的小洞里一插 嘿 颜色和风 牧室门口放两个长着鹿角的木头人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意思啊 一查考古资料 考古队才知道 这不算什么最新发现 在很多春秋时期的楚国大墓里边 木道口都会有一对 安着鹿角的动物雕像 这叫镇木兽 当时的楚国人认为 迷鹿啊 也有一种称呼叫四不像的啊 他那对锐利的长脚啊 可以降腰除魔 而安着鹿角的镇木兽 更是可以保护牧主人在地下的平安 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这个牧主人呢 在这个地下世界啊 能够顾得平安啊 长沙当年正是楚国的地盘啊 所以考古专家推测 古坟院大墓里的这对长脚偶人 那就是对楚国放置镇木兽 木俗的成绩和演变 楚国的楚人的那种怪型的镇木兽 他两个路角是一样的 他只是到了汉代以后 他更加人性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避邪 就是驱鬼神 就是沿袭了楚人的处置 就是那个镇木兽 这么过来的 可惜的是镇木兽并没有能够保住 大墓主人死后的平安 他们身后的大墓 国板上三个黑稀奇的盗洞 那是格外的刺眼 很明显至少有三批盗墓贼 进入过国室 那么关国里会不会早就被洗劫一空了呢 不知道 考古队员们怀着忐忑的心情 一块块揭开了国板 揭开以后 我们看到的情景 就是三个盗洞的淤土 像个小山一样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墓室里面全部是水 好不容易把水抽干了 考古队惊愿地发现 果室里头居然还有一间内果室 果室的结构呢 大概是这样子 它是由一个外果室和一个内果室组成 内外果之间形成了一个回廊 回廊就是摆放陪葬品的地方 不出所料啊 大墓里本该有的青铜器 金银珠宝一件都没剩下 唯一让大家稍觉安慰的是 盗墓贼看不上的那些个木器漆器 数量也不少 而且大多保存蛮好 这个就是耳杯 非常的漂亮 这是当时我们的古人用来喝酒用的 你看纹饰特别的漂亮 这个杯面还刻有鱼羊二质 透过这个水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是非常的鲜艳 在众多的漆器和木器里边 有一样东西引起了所有人的好奇 这个什么玩意儿啊 您见过没有 那么我们青银中间在这个西区发现了 有一个像棒锤一样的东西 前轮大 后面锡像个棒锤 倒一棒一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一个一米多长的木头 一头粗来一头锡 粗的里头安着一个钮 锡在这边头上呢 打了五个小孔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棒锤啊 农具啊 还是兵器啊 考古队的专家查遍了各种资料 又请教了很多见多识广的老考古 黑还居然就没人见过类似的东西 因为发现他们的地方 同时还出土了针啊 色啊等几样乐器 有人就推测 这也是一件乐器 外部啊 有五个玄孔 玄孔的旁边有乐山 这个大头的底部 有一个悬浪 所以我们因为它是一起乐器 但是以前没有见过 可是如果真的是古代乐器 为什么就没人见过呢 资料里边也没有相关的记载呢 专家们研究了好一阵 也没研究出个结果 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集中精力来搞清楚墓主人身份 这个墓主是谁啊 我们从墓葬的形制能够初步判定 他是亡史级别 但是这个墓主是男的女的 大概是个什么身份 大家就得猜这个 我也很着急 我们通过什么方法来得知这个墓主的身份呢 要确定西汉大墓墓主人的身份 最快的办法就是找到墓主人的印章啊 当时墓主人的印章通常呢 都会放在棺材里头 而且印章换不了钱 盗墓贼一般呢也不会拿走 那么大墓的棺墓还在吗 在倒是在只可惜 他也早就被盗墓贼光顾过了 我们打开以后 棺材里面两个盗洞啊 一头一尾一个盗洞 外观内观两个观 外观已经全部掀开 敲到底下去了 盗墓贼我估计也是伸手进去掏的东西 那么考古队还能从棺墓里 找到墓主人的印章 确定墓主人身份吗 古墓里的神秘棒锤 究竟是什么屏动天下的神器 或是什么样的发现 让墓主人身份最终浮出水面 经理传奇继续被墓解密 上节说到 古墓院大墓的考古发掘 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 那就是清理墓主人的内观 内观里边有什么发现呢 我们把盖板拉开 一看什么都没有 一层一层泥浆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摸 我们那个技工啊 小师傅以来 你手感比较好摸 令人大事所望的是 内观里既没有墓主人的尸骨 也没有大家期盼的印章 仅有的发现 那就是一块破碎的玉壁 33粒衣服上的金扣子 还有几十块墓结 那墓结又是什么东西呢 所谓墓结呢就是西汉贵族墓葬里边 用来记录陪葬品品种和数量的墓牌子 咱们可以理解为陪葬品的清单呢 难能可贵的是 虽然在水里边泡了2000多年了 可是墓结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变 通过墓结上的文字 考古队这才知道 盗墓贼从大墓里边盗走了多少的珍宝啊 它的是分两套这个序列进行编的 我们光从第一到八百多号 这是一套 再加上那个天干地支的编号 早也有一千多个号子 你想一下 一块千百就是一个号子 这里面放了一千多个号子 它是装在一个蛛丝上的 一千多个蛛丝 或者是布囊 或者是皮囊 这一类的东西装物的 那整个墓是堆得麻麻当当的 当然考古队从墓结里收获的最大的成果 还是让他们搞清楚了 那三个神秘的棒锤 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呀 在记载陪葬乐器的那块墓结上 别的乐器什么针啊色啊 那都跟出土的乐器对上了 围住一个柱 没有对应的东西 那就可以肯定啊 这些个棒锤 就是一种叫做柱的乐器 我们出的出土的墓结中间 也是有记载的 那就叫柱 那么柱为何会如此神秘 以至于都没有人认识它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早在东汉时啊 就已经失传了 别说实物 就连它长什么模样 后人都搞不清楚了 不过 史料里边对它的记载却不少 汉代许慎写的说文解字里边 是这么说的 柱 其行似秦 以竹躯五弦之乐也 从竹从拱 拱 持之也 也就是说柱有五根弦 演奏他的人呢 一首暗弦 另一首用竹片击打琴弦来发音 而司马迁的史记里边 还记载过两位最出名的基柱人 第一位那就是 荆客刺秦王时 在易水河边为他积筑送行 高场风潇潇溪 易水寒 壮士一去戏 不复还的高坚林 另外一位呢 就是汉高主刘邦 当了皇帝之后 刘邦衣锦还乡 在老家沛县喝了点酒 那是积筑而高歌 大风起戏 云飞扬 回家海内戏 归故乡 安德蒙士气 首次方 让人想不明白的是 这么一件留下诸多传奇故事的乐器 后来竟然失传了你说啊 说到这儿 咱们可以来回答 节目一开始 换之脉的那个小关子了 史书里明明写的是 高坚林 积筑高歌 可是在诸多反映 荆客刺秦王的影视剧里边 导演编剧 要么含糊带过 要么让高坚林弹琴 不是他们不尊重历史 而是谁都没见过筑长什么样 那又该怎么去积呢 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胡编乱造吧 也正是根据这次发现 相关的专家 在浩如烟海的文物当中 又找到了一些古人 如何演奏柱的信息 比如说这块 汉代画像砖上 还有这件西汉漆器上 都能看到古人 演奏柱的情形 左手握住柱的细颈 同时按下琴弦 右手呢 用竹齿敲击琴弦 再后来 今天的能工小家们 还根据专家们的研究成果 成功复原了 能够用来演奏的柱 对了 最近的影视剧 拍到高坚林 宋经科这段呢 就再也不用打马慧眼了 而是可以真实的 还原当年的情景了 估计有观众又要问了 这节目都快结束了 古坟院大墓的墓主人 到底是谁啊 还不知道吗 难道又是一座 无主之墓啊 下面咱们就来说说 这个事 前头说 前头说 或者他的王后 当时的长沙呢 只有这样几个人 才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 那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呢 还真能 就在这个发学工作收尾的这一天 考古现场又有了重大的发现 突然在南市 就地区 有人就来大喊 发现崩离了 我马上就崩过去 他那个回廊啊 底部到这个顶部 将近两倍高 我走过去就看到一双手 慢慢慢慢伸上来 手心中间就是捧着这个 一枚风铃 我说慢慢慢慢慢慢 千万千万不要 手颤抖 你一颤抖的话 这风铃一碎了 我们就完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上来一会 我把他拉上来一看 长沙后府 四个字 风铃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一听说发现了风铃 这考古队的宋所长 这么激动啊 所谓风铃 他很调皮 调过来也行 又叫泥风 古人在寄送一些重要的信件和物品的时候 为了防止有人撕拆 会用粘土把包装给封上 再在粘土上盖上自己的印章 这样的粘土就叫做风铃 后来也用火漆的 只要他没碎 那就跟印章没两样 发现了印章 你说考古专家能不激动吗 而风铃上的长沙后府四个字 更是有力地印证了考古队之前的推测 大墓主人是汉出长沙王的王后 长沙后府就是一个机构的名字 王后府下面它应该还有一些机构 所以整个是服务如王后的一些机构 那么古坟院大墓主人又是哪一位长沙王的王后呢 很遗憾直到今天考古队还是没有能够找出确切的答案 他们能找到的线索 那就是在大墓的果板上 还有很多漆器上都刻着于阳两个字 根据相关的考古资料 专家推测于阳应该就是这位长沙王王后结婚前的封号 根据以往的这个墓葬的考古发现呢 我们应知啊就是墓主啊 把这个封印的名字刻着这个随葬的救养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说考古这活啊实在是不容易干 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专家还在数不清的各种史料当中 寻找西汉封号当中带有余阳两个字的女性 就为了弄清楚大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给大家一个明确可靠的交代 我们也祝专家们早日研究出成果 成果出来了 咱们在这第一时间分享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和抖音号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网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